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雪敢言 你這樣洪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台灣的總統選舉 本星期六就舉行了 從公元二千年開始 每屆總統選舉 我都親臨台灣的現場 細心觀察、冷靜思考 目睹著、見證著 在中文社會當中 如何走向民主的進程 當然台灣的民主 也有很多不足之處 但總是一個能夠實踐 全面普選的中文社會 並且進行過政黨輪替 這也是寫了一個很特別的歷史 從當年去台灣看選舉 發覺是全民亢奮、全民論證 去到一些瘋狂的程度 記得當時去搭計程車 即是我們叫的士 我們盡量都不說話 聽些是的士司機 滔滔紅便 原來他們是不同的公司 其實都打著不同的政治旗號 甚至有時候說說 如果你上了一輛 民進黨陣型的的士聯號 你在大港國民黨 甚至會被人趕下車 我們未見過這樣的場面 但都看見 當民間的士司機 那些攤販 那些食肆老闆娘 都是韜韜不絕說政治 其實也是社會不健康 但必須明白 台灣經過很多年的威權政治管治 一旦他們真是有民主 真正每個人手中有一票去選出 他們的政治領袖 那種興奮、那種著藥 是絕對可以理解 那經過多年的實踐 慢慢從這個亢奮 又回歸這個冷靜 譬如今年來說 我相信整體的選情 是比較冷靜和沉著 表面看來台灣的選舉 就是藍綠之爭 似乎沒有什麼灰色地帶 但台灣仍有15%的選民 是經常保持這個冷靜和客觀 即是他們沒有一個先設的立場 非藍即綠 而是真正去看看實際的政治處境 而作出投票的決定 以上對我多年來去觀察台灣的政治 表面上是藍綠之爭 或者是完全指紋顏色 是不講黑白 但是藍綠背後其實都 穩陷著一種不同的價值判斷 這個價值判斷在今次的選舉 更加鮮明 讓我看到這次是一個變和不變的抉擇 變者就是你會選民進黨 選一個其實沒有什麼豐富從政經驗 但有很強的可塑性 很強的可變性的蔡英文 如果你想不變 當然穩穩健健是選馬英九 特別說2012年打後幾年 世界經濟有很多變數 那麼我們不應該把這個 有關的經濟 有關的社會的發展 是壓在一個沒有經驗的 一位的政治人物身上 所以台灣選民的抉擇 是變和不變的抉擇 第一就是 虛和實的抉擇 我看回蔡英文的整個宣傳策略 叫做故事行銷 什麼故事行銷呢 就是講一些很感性的故事 講一些很感性的經歷 來打動人心 但這些經歷 這些故事背後 其實沒有一個很強的執政的意志 沒有一個很強的執政的願景 相反馬英九 已經是一個執政黨的領袖 幾年下來總有很多的政績 總是一些數字 用數字去包裝政績 聽起來是比較悶一些 即是說 無虛的東西是好聽 動聽打動人心 無實的東西是比較悶 所以對選民來說 你究竟喜歡一些比較感性的虛詞 因為喜歡一些沉悶的實質數字 原來怎麽都可以影響到一個選民的抉擇 第三 其實台灣選舉都不離些過兩岸政策 儘管今天的兩岸政策 比起當年已經淡化少少 或者兩岸的關係改善都走上一條不歸路 但去到最後的抉擇 選民心目中會想一下 我們是要繼續大力大步向中國大陸靠攏 去爭取較大的安全感和支持度 即是說 我們要保持距離 保持台灣的一種自主性 這個其實未去到台獨與否的問題 而是台灣民眾會想一下 如果我們過分去依賴大陸的時候 那我們的自主性去哪裏呢 這也是台灣民眾 在這次選舉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抉擇 所以蔡英文和馬英九都爭論到 久而共識的問題 凡這種都顯示出 其實一個政治問題的表面 如果大家只是看電視新聞 看見那些很亢奮的拉票造勢的情況 而發作對一個社會這種深層次的觀察 我相信這個會容易以偏概全 但無論如何能夠實踐民主 能夠成功做政黨輪替 無論誰上台 輸的就要服從這個民主規則 輸一票也是輸 並且在過程當中 盡量去保持這個健康的乾淨的 能夠客觀自由的論述 自由的辯論 這些都是民主的過程當中 是必備的情操 儘管台灣都有些不足 但整體來說 我看見他的民主步伐 都是不斷向前的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回家 走了 Franz 在 io 我們 靠